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目前印度的疫情激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因为大家都以忧虑的心情在想着 万一印度的疫情进一步发展 比如说每天都能有数上百万人被确诊感染 那么印度的疫情就会迅速地向周边国家弥漫 甚至能向全世界扩散 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但是在这样的时候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全力以赴地致力于 想方设法能够阻止本国或者本地区疫情的蔓延 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印度表示关注 愿意帮忙 比如说美国、英国 现在都在已经开始把这个防疫物质运往印度 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 而唯有习近平呢 这一段时间却一会儿跑到这个什么西北 跑到什么河西走廊去悼念西路军 一会儿呢去南巡去山雅 给这个下水的三艘军舰售旗 而且一次就让三艘军舰下水啊 这个是最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都没有过的 现在中共的军舰就像中共的专家自己所说的 就像下饺子一样 中共军舰的硕目已经超过了美国 要让硕目而言 中共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这个海军阵容 当然中共的海军呢 这些数量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质量太差不堪一击 不过呢习近平这种举动呢 在这种时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是与全球的政治家都不一样的 因为全球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 他毫不关心 而他关心的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去跟这个国际社会作战 实际上在这样的时候 就连普京都不敢打使到军队里去 如此高调的活动 只有习近平敢去给他的海军打击 而且呢又没来由的去悼念 什么向江战役的这个烈士 西陆军向江战役是习近平 还有海军是最近习近平考察的三个重点 这个向江战役呢 是发生在中共这个所谓的万里城镇当中 实际上那是万里逃亡 因为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逃向苏联 而且呢 红军一路上烧杀掳掠 被各地军队狙击 从江西逃出来的时候呢 中共的这个红军呢 有近十万精锐 因为当时这个中共呢 实际上在西北呢 武装力量已经总数达到两百万支居 其中的正轨军级有三十多万 这一点呢是从 我是从越南的这个总书记李笋 在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的时候 一份报告里面所写的 说当时蒋介石打败他呢 只用了二十多万军队 所以呢李笋认为呢 中国军队呢 哪怕多十倍也不可怕 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说两百多万打不过国民党二十多万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他说那个李笋当时说 中共军队就是一个笑话 你看看 他说不光以前呢 他们两百多万在江西这个中央 这个苏区的时候被二十多万国民党军打败 这一回他们六十多万野战军突然袭击我们六万边防军 仍然被我们打败 就说明了共军不堪一击 所以呢尽管越南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不到十分之一 然后军队规模呢 也比中国小得多 但是呢 却跟中共打了十年的仗也没吃多大亏 而且呢江西的这个红军呢 十万金瑞呢 最后逃到陕北呢 只剩下不到一万的残兵败将 而中共其实之所以能够逃生呢 一路上靠的不是什么共军的那个长征组合里面吹嘘 什么毛泽东指挥怎么灵 那都是扯淡 毛泽东是头蠢货 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战争 他甚至都不知道现代化战争呢 是完全依赖后勤保障的 也就是说现代战争呢就相当于一个流水线战争 因为你在前线你缺什么都不行 你缺粮食吃 士兵没力气作战 你缺这个弹药 那个所有的机枪步枪都成了摆设 炮火都成了摆设 你缺乏运输工具都导致了你沿途被把大炮都给扔掉 没有大炮你怎么进攻啊 别人集挺机枪架在这个险要的地方 就可以把你的成千上万的军队挡住 你根本就没有一点作战能力 对不对 你靠去扔炸药包啊 你靠往前去靠充分宪政 靠这个去当炮火 那套都不行的 所以呢毛泽东呢 在朝鲜战争当中就吃够了这个亏 他们曾经有一次 居然动员了这个几万大军 向几千美国人去发动进攻 就是那个底平里会的激战 结果呢死伤狼藉 几万人死伤 美军的这个机枪是足够费薄你解放军的这个蚂蚁般的阵弓的 因为毛泽东都不知道冷兵器时代呢 人们携带大刀长矛 也许可以到远处去作战 长途跋涉 可以做流扣 沿途能抢点吃的 抢点喝的 或者呢带着一辆工匠 打造一辆弓箭 能够把大刀长矛修理修理 就行了 但是现代作战 你根本就行不通的 你没有后勤供应的军队 在最近这一百年来 就没有过 就是说一次圣级 只能到最后呢是灭亡 或者呢自动溃散 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战争消耗太快了 你比如说弹药呀 你一个士兵带着弹药 可以这么说 半个小时十分钟 你的弹药就打盘了 那你没有弹药 你还怎么打仗 你把枪当成棍子来使唤吗 还不如棍子灵活呢 还不如带把匕首好使呢 中共流寇呢 之所以成活呢 其实完全靠的是俄爹 也就是苏联克格勃 一路上花钱 买通各路军阀放水 因为中国当时的各路军阀呢 打仗呢 一切呢都是围绕着金子银子 就像现在中共的弹药污里一样 你得有钱进入我的腰包里来 我才能放心 否则的话呢 我就要想方设法刁难你 所以说一路上呢 克格勃很简单 就派那么几个人 而且那几个人都是国民党人 都是属于混在蒋介石身边的 你比如说像宋庆林 他整个的团伙 都是充当这个苏联共产国际的 这个极限分 一路上在大点 一路上在买通各路军阀 宋庆林作为孙中山的老婆 跑到各地军阀去拜访 或者派人带信 带钱去 哪个军阀不买账 而且名义上也好听啊 你看这是蒋家的人 对不对 因为蒋介石的老婆宋美林的姐姐 孙中山的夫人 现在派人来带访 带着这个比如说十万银元 五十万银元的支票 往你什么师长 旅长团长的桌上一放 说这个 其实呢 他说这一次呢 虽然国共内战呢 但是我们蒋家 或者说我们党国呢 是非常关心的 你们放他们一马 现在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这就是共军之所以 存活的根本原因 否则的话 他们随时会被歼灭 你看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红军后来到了山北以后 他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是两万多人的西路军 那是张国焦锦锐 因为张国焦 当时呢有十几万军队长征 后来被毛泽东他们 在长征当中图中 故意让他们 遛过草地 要知道过一次草地 就要饿死病死三分之一 但是呢 这个中共的军事领导人呢 居然让他们的红军主力 遛过草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想让他们多饿死一些人 多病死一些人 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只能有一个解释 也就是说愚蠢内斗 也就是说 人类历史上实际上 没有一支军队 像中共的军队 如此愚蠢 如此愚昧 就像一群 这个讲白了 就像一群蠢猪一样 他们跌跌撞撞的 实际上逃到西北以后呢 也是靠苏联生成 你看那个西路军 当时就是因为 克格勃呢 没有及时地买通马家军 马家军呢 不知道这一伙军队呢 是到西北去投靠盛世财 或者投奔苏联的 还以为呢 他们是来抢占自己的地盘的 就是由于没有联络好 没有拿到银票 结果呢 马家军呢 就奋勇举击 马家军的这个军队 当时的人数不多 只有万把人 居然把这个 共军的两万军罪 消灭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大概几千人呢 参兵败将 只逃到山里面 像野兽一样的 跟着李先念他们呢 大概也就是千把人左右 最后逃去了 其他的人全部都跪倒在地上 做了俘虏 或者呢 被乱枪打死 被刺刀捅死 这就是共军的命令 就是这帮蠢族 无能无用 这个到了透顶的 这个程度 而习近平呢 这个最近呢 居然去悼念 这个西路军 郑王纪念碑 这个也是罕见的 因为中共历史上 党魁从来不去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张国焘的军队 中共呢 为了表明呢 就是说呢 这些官员为了表明 他们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而且呢 他们不愿意去 接这段伤疤 所以不去 而习近平这样去呢 其实呢 反映了他内心的忧据 因为呢 在发动病毒战之后呢 实际上他当时呢 不管是出于愚蠢 狂妄 还是糊涂 现在他都意识到了 这一场病毒战 没有毁掉美国 没有毁掉欧洲 甚至连印度也不一定能够毁掉 最终被他 这个伤害的这些国家 肯定会集结军队 建立一支 八国 十八国 或者甚至八十国联军 来向他讨还公道 而他 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终也可能像西路军一样 狼狈逃窜 最终 圈军覆没 法新社的记者比较敏锐 他们就注意到 习近平在悼念 向江战役的 那个场景的时候呢 发出了一张照片 那个他的显示 习近平头发花白 满脸穿上 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这也就是意味着呢 这张照片几乎能显示 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夜不成迷 担心自己呢 哪天像西路军的将领一样 被消灭掉 其实呢 这已经是注定的命运 从他决心发展 这个 就发动病毒战开始 从习近 那个邓小平 决心呢 把病毒战作为 中国的最高军事战略开始 从这个呢 过去四十年来 中共一直不遗余力地 从全世界收集病毒 培养生物化学 那个战争的人才 储备这方面的 这个细菌病毒 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武器开始 中共呢 就已经注定了灭亡的命运 因为这个组织呢 是非常邪恶的 而国际社会呢 过去几十年来被它蒙蔽 但现在呢 国际社会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清醒 所以说呢 习近平呢 到这个南宁去悼念 这个向江战役纪念馆呢 也是同时的 同样的感觉 他感觉到来日无多 他感觉到前途渺茫 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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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